老汪来说说 我们经常听人说 有钱是万能的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于是乎 为了钱 很多出格的事情 就有钱的钱 婚姻是什么 悲观者说 是爱情的坟墓 乐观者说 是人最终的归宿 无论是坟墓还是归宿 除了不婚主义者 每个人都要经理婚姻 宣誓的时候是何等的神圣 你愿意他爱度的 可是随着生活的险进 爱情的淡化 婚姻也越发的不被人们重视 于是为了房子 为了贷款 总而言之 就是为了所谓的利益 将婚姻置着阻碍 对我来说 除了拍戏 回家见到太太 见到孩子 是我一个 找在生活上 平衡的一件 一件方法 老广想说的是 即便你得到再多的利益 你无非最想实现三个字 好好过 或者过好点 可是 当我们真正懂得 什么是生活的时候 你终究会发现 认真的价值 正所谓情笔金奸 那可不是 仅仅行口号而已 水瓶座的人 一旦认定了 会是情笔金奸 关于对婚姻登记 严重失信人 联合展开 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失信以后 遗造结婚证 离婚证等证件证明 或者在遗造证件 办理结婚离婚 将会在 应聘国家公职人员 除任金融机构高管 以及申请贷款 补贴等方面 受到严重限制 多行不义 必自毙 这也是你必然的结局 珍惜家庭 珍爱自己 多行不义 必自毙 英文怎么说 Unjust is doomed to destruction 生活去世多 老王来说说 我们下期再见